I'm really sorry about this 謝謝 真的 謝謝這些貴人朋友 在這個年紀還能糾正我說 欸 大叔 什麼年紀講什麼話是適當的 我老覺得自己還是一個二三十歲的Rocker 這個是很典型的一個蠢叔叔 在一個做了一張蠢專輯 然後呢 在一個蠢會議裡面 講了一些蠢話 造成了一些蠢問題 有時候你真的 日子會過到一點得意忘形 然後呢 你偶爾會去刮刮鬍子的時候 你沒有弄得很乾淨 然後你就覺得很自信滿滿出門的時候 整天都有人跟你盯著你看 你真的覺得他們到底是怎樣 可以嗎 謝謝 真的 謝謝這些貴人朋友 在這個年紀還能糾正我說 欸 大叔 什麼年紀講什麼話是適當的 我老覺得自己還是一個二三十歲的Rocker 我第一時間其實比較對不起我的團員 好像我對你們一向都這樣 然後你們怎麼都沒有反應給我 然後他們 他們有時候因為我們要生活 所以有時候大頭症是自己慢慢得到的 I'm really sorry about this 還好 一切都來得及 因為人好好的 那等於是說花了65年的時間 時間才練就一種檢討 以校正自己的辦法跟態度 還好 如果老天再給我個十年 五年 八年 我可以證明 我可以證明我是一個好人 你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嗨